1000多多预算如果用来办公追剧简单的设计要求还能完美妆双系统 其实很多人都会想到苹果笔记本 因为它的质量好耐用性强 这也是勾搭网友所公认的 那么接下来我说的这几款可以说是性价比逆天了 真的真的非常值得拥有 作为爱迪街天天给苹果笔记本打交道的 绝对是有这个经验给大家分享的 第一款MacBook Air 2017款D32只要1550左右 采用i5运行内存8G超薄的刀锋设计13.3寸的标准屏幕 不管在日常学习办公 还有超好的键盘手感都是加分项的保证 10款机型还可以升级硬盘扩展性也是相当的OK 第二款MacBook Pro 2015款MF839也只要1600左右 采用i5 2.7运行内存8G四网膜的两颗屏显示非常的OK 并存也很流畅 学习办公影音都是好帮手 再用几年完全也是没毛病 也支持升级硬盘性价比还是很好 第三款MacBook Pro 2017款XQ2 采用新一代的外观 虽然是破络 其实也有着很薄的机身 外放音效超级棒 也只要1900左右就可以搞定 这些苹果笔记本想当年都是在189 短短的几年只要1000多一点 难道还不像吗 由于时间关系 我就当时介绍这几款 升级256加200就OK 年份偏老的其实还有更便宜的 我会留到下期再说 如果这个视频对你选购有帮助的话 点赞关注一下不过分吧